食材跟原物料系放在杯子裡面 新鮮水果加入香料液 喜歡什麼口味自己選 在調酒師喬手下 立刻做出專屬特調 夏天來喝清涼消暑 另外還有調香師特製的香料罐 葫蘆造型復古討喜 傳統汗藥南北貨 顛覆想像 還能結合音樂表演 把做的這些中藥 變成是樂器 你碰靈芝 它會發生一些電子音樂的音效 然後結合就是DJ的Live Say 就是做一個音樂的演出 讓年輕朋友可以知道說 中藥其實沒有這麼複雜 它可以進入到你的生活 進入到你平常的飲食 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你可以動手做 都可以做出簡單美味的料理 因為疫情 睽違三年沒有舉辦的 大稻辰本草派對 今年強勢回歸 為期一個月的活動 不只有中藥體驗 還可以到黑美人大酒家就職 聽音樂看表演藝術 或是選擇搭豪華遊艇 品嘗創意料理 感受夏日微風 只有碼頭 只有我們之前的黑美人酒家 還有我們的廣場 整個的活動 帶進我們的傳統產業 包括中藥南北貨 讓我們的民眾可以有更豐富的 這個消費的體驗 跟文化的體驗 那同時我想 尤其我們年輕的族群 可以從不同的視角去 認識到我們大稻辰的 這個產業特色 集結迪化街中藥南北貨店家 還有精華酒店主廚設計餐點 行銷大道成產業 希望用創意 拉近和年輕人距離 搶工藝後商機 記者邱世民TV報導